姊夫食堂 我是姊夫 大家好 感謝我的好友明星 幫我帶來一罐清酒 今天我就用這瓶清酒 來做一個清酒燉牛芥 那我們先開始喔 這邊有三條 漂亮的牛芥 我先把它燙燙 牛芥大概煮了十分鐘 我現在把它拿起來冰鎮 現在我把牛芥切後片 切好的牛芥厚片 我現在撒點鹽巴 還有胡椒 接下來我們燒肉鍋子 鍋子已經冒煙了 那我現在把牛芥把它煎起來 來 然後炒著 這個牛芥的部分 不用煮大煮 切好的 可以洗一口 油 煮涮 喉嚨 煎好牛腱我先把它打起來 我再煎一下牛腱 把剛才煎好的牛腱放進去 我們就煮一下 一瓶酒 我們開大火把酒精燒掉 接下來我要放醬油 味醂 接下來我們把它蓋起來 然後用小火燜大概一個半小時 現在大概煮了三十分鐘 我先把它打開看一下 不怕渣滯烙掉 接下來我放幾片醬片 增加它的香味 蓋起來繼續燜 再等待燉牛腱的時間 我現在把洋芋還有紅蘿蔔切起來 還可以加點 放進去 半熊 切成結 河聲 放進去 新鮮 羊芋切完之後要記得泡水喔 要不然它會因為氧化變黑 先大概燉了30分鐘 我們打開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把剛才切好的胡蘿蔔還有羊芋放下去 再蓋起來讓它繼續的燉 經過慢炒等待大概兩個小時 我們先打開來看看 吃一下味道 再加點鹽巴 我再把它蓋下去 再煮了兩分鐘 我們來試一下牛肉 軟軟嫩嫩 入口即化 完美 中排囉 中排囉 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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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要記得訂閱姊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姊夫按讚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姊夫的更新喔 姊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